接下来这个部分 就是介绍 对于预讯模型 如何进行参数的一个简直 然后简直这个事情 它其实本身也不是专门 为预讯模型来提出的 就在早些年 就是15年左右 就其实大家是面向于CNN 去提出了这个概念 然后他想做的事情是啥呢 就他有个基本的观察 他们发现 我训出来一个神经网络之后 它其实中间 因为神经网络 它的基本计算 其实都是一些线性的一些映射 然后这里就 左下角这个是什么WX 然后他们就观察 就发现这个W里边 它有很多的 W是个矩阵的 它里边很多的元素 然后它其实非常接近于能的 然后因此其实 这些研究者就觉得 其实这些非常接近于0的那些参数 它可能对于整个计算来说 它其实是不太起作用 所以是不是能够把这些参数都给丢掉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可能在一个程度上 是能够加快模型的这个计算 然后对应过来就是提出了这个 模型简直的这个技术 然后从抽象的角度来说 它模型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参数矩阵当中 比较农于的部分给去除 然后这个去除的这个依据呢 就是它能够去计算一些这个重要性的指标 然后这重要性指标 最最最最最最最直观来说 就是我去看这个 这个元素的绝对值的大小 就是如果它这个这个特别接近于领的话 那它可能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然后进一步可能更更加复杂一点 就是可以基于梯度 去衡量一下这个重要性的分数 也是可以的 然后从简直它的这个具体的分类来说 它就分为这个结构化简直和非结构化简直 然后非结构化简直呢 就是最早提出来它的这个形式 就比较简单 就是说我发现这个矩阵当中 就上面对这几个这个这个格子 反正都代表一个矩阵 然后每一个小的长弯性都代表一个元素 然后对于非结构化简直来说 它就发现这个矩阵里的 可能很多这个位置都非常节俊于你 那就直接把这些位置给给直接制成 就这样一挂掉 然后就能够达到一个西出的一个参数矩阵 一个结果 但是呢就是 做这件事情确实能说给这个矩阵带来不少的这个不少的这个零元素 然后当然人们也发现就是 这种非结构化的这种零的出现 它其实对于整个这个计算加速的收益是非常有限的 特别是在这个现在的这个神经网络计算产品上 我们都会选择去使用类似于GPU这种这种非常并行化设备 去去做这个训练或者influence 然后因此的话这种非结构化飞里面 它其实就很多时候就直接就被考虑成就是主通的元素 就直接进行处理了 所以就也带不了带来不了太多这个速度上的收益 所以比较现在来说就可能对于加速而言比较比较有帮助的就是结构化简直 然后结构化简直它考虑的事情就是我一次性把那个矩阵当中一行或者一列或者一块 它给它删掉那这样删掉之后它的矩阵它还是一个相对比较规整的一个形状 那这样的话它对于这种并行化的计创设备而言它就是相对比较好加速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介绍一些就是基于预训模型做简直的一些工作以及一些观察 然后首先就是大家在那个BURT出来之后先去尝试了说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最最最经验的这种unstruction 这种结构化这种权动简直应用到这个BURT 然后做了一些就是一些经验性的实验 然后做一些观察 然后他们发现其实其实BURT这个东西它相对来说是比较难做简直的 然后这个图它想说的是就是X轴是简直的一个比例 然后X轴越大的话就像简直的比例越高 然后这个模型越细数 然后Y轴就是它在下午任务上的性能 就是然后Y轴反正是越高的话就说明它这个模型的效果越好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的话是 大概对于这个它首先可以看这个蓝线就 就说对一个浴室验完的模型做简直 然后呢在在对于这个简完的模型在不同的任务上都进行翻评再测试 然后发现呢就是 简30%到40%还是可以的 就对应到这个这个位置 就蓝线这个位置还是跟原来这个子线相差不多 但是呢如果它减得更多 就可能大于50%60%70%80%之后 它就掉的会非常明显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就说明它其实存在一些这个参数的冗集度 但其实不是很高 然后对应有一个可以参照的数据 就是对于像CN那些就是一开始提出被用于做简直的那些模型 它可以减到比如说99%的参数都给它删了 然后但是呢模型的性能基本不业 然后但是这个结论其实就没有办法很好的迁移到现在这种GTransformal的模型 然后可能也是说明这个 这种预训练还是学到了比较多的一些信息 然后每一些 然后里面的参数都相对还是比较重要一些 然后与此同时它还对比了 就是说那我能不能就先拿一个完整的模型 然后在下午任务上进行这个训练 然后再对这个训完的这个下午任务的模型做一个简直 然后就是这个Prom Downstream这条绿线 然后发现对于这个场景来说 它其实效果和Prom Pre-Train也差不太多 然后可能这个收益就也就维持在百分之三四十这个水平 对 然后同时的话它还对比了就是用一些更加复杂的一些重要性评估指标来进行测试 进行简直 然后相对于这个性能下降会更少一点 就是这个Info Deletion 就是这个呈现 对当整体的趋势上来说还是都差不多的 但比较比较差来说就是如果我随机去删除一些参数 那它那个调子速度就会非常的快 就不较红线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进一步再介绍一些关于这个 预线模型结构化简直的一些工作 然后首先就是对于这个 啊注意力的注意力层注意力机制的这一层来做一个简直 然后这里其实就是有个示意图 就是说啊 传风管它其实主要就是由这个feed forward 和multihead的tension来组成的 然后这里的话他这一篇工作 他考虑的就是啊 这些multihead的tension当中会不会存在一些东西 然后他首先是做了一个观察性的实验 就说那我 如果假如从这么多的tension 层里的就把其中的某一个head 就因为multihead的tension 像一层里面有会有好多个head 然后他这一考虑就是说那我就把启动的一个head 给他丢掉 那对对这个模型的计创过程他会有什么影响的 然后他就画底下这个图 然后第一个a的话就是a图的话他说的其实是在一个奇迹翻译任务上的一个影响 然后b图的话其实就是buff在一个语言理解就是一个逢类任务上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直接把一个head给丢掉 他不一定会对这个模型的性能造成造成负面的影响 他甚至在这个很多时候他甚至带来就是相对比较正面影响 就甚至他的这个结果还是提高的 就这里看的话就是 这里的他画其实是个分布图就相当于说我对于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head 我把他做的这个丢弃对性能的一个影响 然后再统计他这个整体的在这个性能影响上的分布 然后可以看到就比如对于这个WMT一个翻译任务而言 就基本上对于50%的head而言把他丢掉 然后对于性能都是有一个 有一个就偏正向的一个影响 最后能导致一个就是好于就是原原始就完整basedline模型的一个结果 然后对于Bert来说也是也是观察到类似的一个现象 然后进一步来说他就想要去尝试的就是 把这个attentionhead pooling给给实现到这些transformer模型 然后对应的来说他其实是定义了一个attentionhead的一个重要性的评测指标 然后就是底下这个视角 然后这个视角它的这个推导过程呢 其实也比较简单 就是他现在在这个每一个tentionhead上就加了一个系数 然后对于这个系数进行一个求导 如果这个系数它很重要的话 就是说这个这个数它不能太小的话 那就说明这个tentionhead比较比较重要 那如果这个这个这个系数它最后求导出来t度 其实比较小的话就说明这个 attentionhead对这个整个计算过程就不太重要 然后就就能够最后得到的做 然后在不同数据上都做做这么一个t度的测算 然后最后就能够得到这个attention attentionhead的这个重要性有的得分 然后之后就他在实验里就尝试用他这个attentionhead的这个importance goal 然后去对这个模型进行检测 然后对应的话其实是这里这个蓝线 然后绿线的话其实是根据刚刚上边的图 ablationonehead 就是说对于性能的那个影响 然后来去做检测 然后也做一个一种分数的度量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他提出的这种uton score 它的相对于检测效果是比较好的 就它是在这个绿线之上 然后在基本上可能在减过百分之二十到四十 或者说在做noi任务上减到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六十 然后都能够基本上维持这个原始模型的性能 但它这个比例也相对不是特别的高 就这个结合之前那个weight poisoning 也是有类似的一个观察 就是在百分之三四十这个量级上是可以 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保持的 当然是对于attentionhead做一个检测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对于每一层 做一个节肉化检测的一个工作 然后什么叫层检测呢 这个比较好直观的理解 就是说我比如说一个十二层的模型 然后我就把其中的几层给丢了 就比如说我要把第一层丢了 那它就只剩下原来的后边的十一层 对然后大概就这么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简直的过程 然后它这里主要是提出了一个训练方法 就希望让这个模型它能够自适应的 就是能够训出一个模型 然后它能够自适应的去转换成不同层的一个配置 就自己具体来说它就希望 比如说我训练一个十二层的模型 然后它既能够转换成一个九层的模型 也能转换出一个六层的模型 也能转换成一个三层的模型 然后为了实现这种自适应的方法 它其实是提出了一种 dropout的一个拓展的一个版本 大家都知道这个dropout 它其实本质上做的事情就是说 我把这个神经网络当中计算的中间结构 一个heathenslake的一些维度 给随机的置换成0 然后它他们本身提出来 其实想说这样的过程可能会减小网络的过拟合的一个程度 然后当它在这里的话 它其实最主要做一个扩展 就是说在计算过程当中 每次随机的把中间的一些成为给做付掉 就像说我原本是一个12层的模型 但在计算的时候 可能它有些时候是9层 有些时候是6层 有些时候是3层 结果它的这个 层数是被这个随机变化的 然后在这种droplayer 这种训练过程当中 它就希望这个模型能学到 学到一种就是自适应的适配不同层数的一个能力 就像说我三层 也训过了 然后也能预测出一个还不错的结果 然后6层这个也训过 9层也训过 然后这样的话 它就能够训一次 然后适配于不同的这种 这种简直的需求 然后训完一个模型之后 它在最后使用的时候 就根据最后我计算的一个要求 或者说我计算的一个 一个开销的一个限度 然后我去选择这个网络当中的一个 直网络来自能计算 然后这里它其实使用的这个选择策略也比较简单 就比如说我12层 我从中间我要去抽取出一个6层的模型 然后它就提出来说 那我就可以两层里边 按照某一些规律 比如说两层里边 我每次我都选第一个 那我就选13579 这些层 然后取出来 然后组成一个新的模型 然后这个取出来之后 就不要进行 要外的再进行训练什么 这个模型就可以直接就参与计算 就可以直接使用 然后这就是它这个提出来 这种layer做法的那个优势 然后也取得比较好的项目 然后刚刚也是就像是把这种 这个proening的相关的一些技术 就简直技术做一个介绍